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sy央 最近還有很多人在找townhouse 價錢不斷在上升 所以挺難找到一個適合大家的townhouse 今天我在這裡介紹一個concrete townhouse 跟平時那些有些不同 價錢也不太貴 位於Richmond 一個非常方便的地方 雖然它不是在Richmond Center市中心 但我自己覺得這邊也是第二個市中心 因為位於這邊附近也有很多shopping center 例如身後的Alberdine Center 旁邊也有Yohan 另一邊有一個置地廣場 所以買東西和食物都很方便 還有其實這裡逛去sky train 只是5至10分鐘 另外有一個caps and way sky train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未來兩三年就會落成 這裡逛過去都是5至10分鐘 所以這個地點是非常方便 自住和投資都非常適合 因為這裡回報率高 現在租務市場都很蓬勃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看我的影片 看看這個單位會否適合你們 來吧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石市的townhouse 有兩房兩個半次 大約1,100呎 多一點 這裡就是剛剛從正門進來 這個是patio的門 一進來 其實這裡已經有個closet 算是大的 可以放很多外套和鞋子 然後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已經是主桌 主桌有個電視廳位 還有一個dining area的位 它放了一些傢俬 有一張四人桌 加燈很漂亮 在這裡吃飯可以 那邊就是電視廳 我們這個主層 其實它跟其他concrete condo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個分別 我看到這裡的司令系 整個層都是9呎樓底 因為condo那些 去到廚房位 很多時候都要加那些ducting for aircon 這邊就會矮了 所以現在這個整個main floor 都是同一個c link 感覺是很寬敞 是很舒服的 有9呎樓 這個kitchen就是一個open concept 你看到它整個長的island 中間這裡都很闊 進來 很漂亮的白色polygon style 令到你個人很舒服 我覺得很乾淨 這個單位 因為它是townhouse 所以給予多些 其實它是有兩個雪櫃 一個在這邊 另一個在另一邊 所以雖然它的size不是full size 但兩個加起來 其實已經是一個full size的雪櫃 它是用gas的煮食爐 旁邊兩邊都是有countertop的space 煮食上來就很方便 其實旁邊這些很多櫃 例如這個 原本是有一塊板的 那owner自己就加了built-in 可以move到出來的shelping 這個是很方便的 這個countertop其實有兩個色 就比較方便 可以乾淨和髒的分開用 當然也有洗碗機在這邊 那回到哪個電視廳呢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owner自己安排了 做了一個built-in的cabinet 可以store 然後又可以放一個電視位 很漂亮的 這個是會包在purchase price裡面 所以這個是叫做包來給你的 就不用設定 可以move-in ready 那你也看到電視廳的位 其實它的闊度 現在這個owner放了一個L字型梳化 其實是剛好的 所以就像剛才這樣說 這個單位是很適合 一對couple 或者小family 或者是一個downsize的couple 都很方便的 去到這邊 有幾道門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冷氣的heat pump 你自己要每年換filter 這個是generate冷氣和暖氣的機器 這一層也不能少的 就是洗手間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powder room 你去洗手間就不用上上層了 那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大門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是長空城 所以其實它有兩道門 這道門就是平時我們拍完車 就走回這裡進來 那這條homeway就告訴大家 就是很private的 因為呢 只是residence才可以進來 因為所有門口都要用forb才進來 那除了去parking 另外一邊如果在後面走出去 也都會出回去剛才另外那道門的路 那就是說這邊也有很多exit 那進來這邊也很private 那這裡呢 這個位置其實是一個洗衣乾衣機 它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所以呢 就算你是日夜開機 anytime開機 都不會吵到自己的生活 也都很闊落 它上面的櫃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所以放在這個位置就很好 因為很多其他放在房間 其實你可能在工作 或是睡覺你就最好不要開機 就限制了你開機的時間 那再補充一下 這個countertop真的夠長又闊 它還以這裡凸出來 其實是可以方便你放到bar table 那你可以在這裡吃一個quicksnack 或者早餐 所以看看你如何安排去安排你的房間 那現在這個main floor已經介紹完了 那我就可以上去介紹上面兩個房間給你們 那其實呢 大家看到這條樓梯上來的時候 它是有11呎樓底 那就是整個感覺是很寬敞 雖然這間屋只有1100呎 但是感覺一點都不會焗促的 而上來這一層二樓呢 其實呢 這一邊有一個outdoor space 就是它有一個paved or patio 所以它是通到旁邊 因為方便那些gardener去管理這些花花草草 但是你這個space 如果今天天氣就濕濕的 但是如果天氣好 夏天呢 你邀請一班朋友在這裡 喝東西聊聊天 有個小型的聚會 其實都很好的 那當然如果你不想有outdoor 其實它這個complex 是有很多amenity 包括有outdoor pool 有outdoor tub 有很多meeting room music room 你可以享用的 那我們在這個patio 進來呢 就是兩房兩次 所以可以讓大家看了 那個master bedroom 那這個master bedroom 它是很大的 那加上這邊有9呎樓底 其實你放了 現在放了king size bed 那你在這裡睡覺 其實一點壓迫感都沒有感覺 很舒服 那除了一個king size bed 你會看到旁邊 其實放了兩個床頭櫃之餘 其實還有位置 就是這邊 大家看到那個女主人 就放了一套梳妝桌 其實它真的還有位置走 還有位置坐在這裡扮靚 所以這間房間 我一進來我就看到很闊落 因為為什麼呢 我看到同一座condo的兩房 其實那個master bedroom 是不會那麼闊落的 即是它也不小 但是沒有這個那麼闊落 所以買這個townhouse 是有它的好處 另外一邊就是一個walking closet 你會看到它很長的 很闊的 本來發展商只是給了這一邊的掛衣架 不夠了 它就自己加了這個同款系列 很整齊的 所以放的衣服又放得多 加一塊鏡在這裡 換衣服在這裡照就剛剛好 它這一間當然是套房 洗手間就會在這一邊 它這個color scheme 仍然是走這個white的color 很舒服 Sailor也保持得很乾淨 它就會有一個rain shower 還有一個shower head 有位置坐在這裡 可以拿一個shower下來 坐在這裡洗澡也沒有問題 看完這個master bedroom 我們可以看第二層 第二層 書桌在這裡 其實還有很多位置 如果你自己在home office 在這裡看著自己的patio 整個感覺都很舒服 所以它這個套廁 其實你會看到它是用了一個bath tub 所以一邊是有bath tub 一邊是一個shower 所有東西都介紹給大家了 這間屋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資料 就是個開價 現在這間屋開價是89.9萬 有兩房兩個半尺 大約1,100呎 另外一個很好的point 在哪裡買這個炭喉 就是它這個management 就是Stratafee不貴的 它這個尺寸大約是440元 可能比起其他concrete的town home 其實我看過六百多元 七百多元都有 所以這個management 去keep到Stratafee 其實是頗便宜 頗好 它還有一個車位 車位是很近的 因為它是town homes 所以它給了一個priority 就是很近 然後這個單位 我之前都說了 是非常適合一對couple 或者小家庭 因為它有兩間房 甚至是如果down size 不想住這麼大 這些就可能像少少house 但不用去到condo這麼小 或者投資都很適合的 因為這些是可以出租 沒有限制去多少戶 隨時買你 什麼時候出租都可以 只是不可以短租 地點方面都很方便 之前大家都看過 它周圍都有很多mall去買東西 買菜吃東西 Skytrain也在附近 所以這個單位 我覺得是自助投資兩相宜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 今次介紹這個unit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聯絡我 喜歡我這個video 可以按個like share出去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